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浪 打来 翻动力时 浑石撞击出东海岸特有的浪潮声 蔡丽木从小就听着这样的海 却听得出神 趁着退潮他加快动作 打水上岸 天气好的时候 一大早五点六点看看退潮什么时候 应该这个退潮是很干净 退潮的时候那个脏的东西都好像都不见 那你有没有开始训练年轻人来调整 现在的年轻人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是训练的 从小要有这个纪念才可以 你这样太辛苦了 对 这个没有办法 工作就是这样 一桶二十五斤重的水 跳在肩上 对一个年岁将近七十的老人家来说 很吃吃力 打了水他还要捡一些漂流木 回到部落 蔡丽木准备用这一些海水和木头 还原阿美族人炒海盐的历史 一锅海水最少要煮八个小时 让水分慢慢收干 时间越久 盐水越浓缩 颜色越乳白 这个差不多干了 干了就已经 它那个这个现在 这个白白就煮眼巴 等它干的时候 一直煮煮干干干干 那个眼巴就不见了 它的毛毛就是这样要 常常要把那个长的东西 搅搅搅 过滤 菜爷爷一边煮 一边过滤杂质 他还绑了许多伞 防止灰尘掉落 它那边黑黑黑 变成黑黑 然后掉下来 它在这个锅子就很黑 那个眼巴变成黑 所以这个风大的时候 只能说会有肥尘 所以要很主义的一个海味 要不然我们辛辛苦苦的江东 都是黑黑的 你要怎么吃 这个东西要吃的 这样 随风摇晃的花伞 像钟摆 摆着摆着 浓稠的海盐 也渐渐现行 好的 阿美族最喜欢的那个海 原住民对这个盐巴 它吃的很凶 不仅那个什么菜啊 高丽菜啊 还有腌嘛 萝卜也要用 杠菜啊 这些多盐巴 而且以前很穷 蛮甜 反正这个作弄的人 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像是高小的 回到家里的时候 就拿那个盐巴就这样 就要吃饭 吃盐巴 对 吃盐巴马大 对 对 泡了大半日 一桶水最多炒出 500公克的海盐 实在算不上什么经济效益 但是 蔡立木乐在其中 她说 这可是老祖先 留下来的生活文化 这个台东长冰箱 永福部落 笑容亲切的阿美族爷爷 大半辈子都在异国打拼 六十岁两病以白的老游子 才回到故乡定居 所以你以前去过沙尔地拉普 我去过缅甸 对 台北 对 然后到雷大圈 还是回到家乡了 对 因为 只是年纪大了嘛 还是 想说在家里生活 因为我们不是诚实的人 对 还是要不要摆自己的幻想 永福部落的常住人口 不到一百人 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 蔡立木回到太过沉静的家乡 直觉的应该做些什么 无落经济 他忽然想起 海盐这几年很受欢迎 而家门前湛蓝清澈的海 不就是县城的原料吗 他寻着模糊的儿时机翼 手工制盐 用泥土石块搭造 剪漂流木柴烧 翻炒太平洋的海水 翻着翻着 也翻搅了聚落 沉淀已久的元气 观光客来了 部落的阿公阿嬷忙着招呼 探考当季飞鱼 也碰住阿美族的特有餐食 再撒上海盐提味 这是盐花 饭后再来一杯海盐咖啡 好 品尝喝 游客离开之后 蔡爷爷没闲着 寻寻果园菜田 为了让部落的生活环境更美好 老人家全力支持无独耕种 还大方捐出四分地当作共有农场 呼吁居民一起用老祖先的方式 对土地友善 共耕共荣 虽然是不会很大 但我也没有能力来做 不如说我用共同的 大家的一份力量做成这样 那我们也没有跟他说 那个私心多少多少 我都没有 因为用不着啦 你这样才没有多少钱 我们是大家 公献大家的喜乐 只要说你很好 我们大家共同的 我们就很开心 我们不是说我们赚你的开心 我们赚你的那个 真的一个心理上 很团结的一个心 是这样 赚不到什么钱 却赚到了快乐 这样就够了 这是蔡爷爷的豁达和宽阔 他希望深爱的部落 能如其名 永福 永远幸福 所以他无怨无悔地 继续翻炒太平洋的海水 味道咸咸的 心里却甜甜的 哈颜阿公说 他的努力为的是赚到族人的快乐 而接下来这个长者 一辈子的付出 唯一赚到的 应该就是族人的健康了 他是吴神父 吴神父在台东偏乡 推广脚铁按摩 为部落创造许多工作机会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的日子过得却很简单 都快八十岁了 老人家还是自己开着车 奔走在八个教堂之间 为族人的生老病死 忙碌操烦 为了了解当地文化 他苦学阿美族语 随身携带自制的单字卡 比任何人都用功 问他想不想瑞士的家乡呢 老神父说 不想 因为台东就是他的家 拜访吴神父 我们越过海岸山脉的金色梯田 来到长滨天主堂 教堂走廊放了一整排堂椅 吴神父就亲切地坐在边上 和大火聊天 看到客人被按得疼了 神父还会说笑话 逗他们 男人也是要笑笑 还是免费的 还是免费的 对 如果太大声会不会怎么样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会不会 那边对面没有人住 尽管名号如此响亮 吴神父的真诚可亲 却像家中长辈 而他的生活也像他的为人一样 简单平实 神父连生活很简单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对 就一个床 睡觉而已 对不对 还好没有那么乱去把走 自己 有人误以为 脚底按摩有多赚钱 一张挂着蚊帐的床铺 却是老神父的起居全部 吴神父说 当初会推广足部健康法 是因为来到台东偏乡 亲眼看见居民的痛苦 我去做弥撒的时候 教友们对我做的道理 没有什么兴趣 他们每次都找我说 神父我的肩膀很痛 神父我的膝盖有问题 神父我睡得不好 可是那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因为我不是医生 我可以带他们去看医生 他们也没有健保 对不对 这个我可以做 所以那时候 我对田主对大老板 说 你要给我一个健康法 马上可以帮助人的健康 结果 这个健康法就给我一个答复 大老板就给你 真的给我一个答复 所以我应该要努力 从祷告中得到方向和力量 吴神父开始蹲下身 帮部落主人按脚 同时指导教友们该怎么按摩 这样的做法 教会起初并不支持 自己的人也觉得 这个神父有问题 你为什么按别人那个脏的脚 你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连我们自己的神父也觉得 我有问题 其实我最大的动机 耶稣给他的门徒们去讲 我那时候就是默想这个凹击 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我为什么在教底哪里 可以帮助别人的健康 我没有马上找到一个答复 可是我认为这个一定有关系 跟我的信仰有关系 所以这个给我 我所需要的力量 继续做这个工作 无惧各种困难 吴神父一心只念着 改善族人的健康和经济 把奈是神父第一个学生 那个时候 他丈夫癌症过世 家里还有六个小孩要养 自己的身体又差 走投无路之际 是脚底按摩 为他开了一扇窗 客人是没有洗脚 我们都是用手 都是用手 然后我妈妈就看我这样 很心疼 后来妈妈就跟我讲说 哎呀你这个工作 会不会传染啊 我说不会有上帝的安排 这套技术不但帮助原住民 现在也照顾到长滨的新住民 那个是一年换一次 一年换一次哦 所以到明年还要再考一次 对 每年要考 认真啊 认真就每年都要考 那考这个证难不难啊 很难哦 很难啊 怎么严格 八十三个 就是一定要记起来 都要背起来哦 对啊 哇 他问小小的啊 他没有问大大的 他问小小的 同名同姓的两个软玉璧 一起考上证照 对于取的证照 神父很坚持 因为坊间太多 打折他的名号 收发理论 却完全不同的店家 而每一个专业师傅 必须经过八个月的训练 和一百三十六个小时的实习 再来通过考试 项目包括按神父或资深师父的脚 可以啊 很好 对 痛 痛表示我还活着 也会更好 一定考试以后再可以帮助客人服务 我们不可以妈妈糊糊 到处都是妈妈糊糊 我们不可以啊 47年前 白冷教会把吴若石从瑞士派到台湾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工作除了传教之外 竟然还要帮人按脚 那时他饱受风湿病和关节炎所苦 教会的修士给他一本德文版的 足部病理按摩的书 结果竟然被他研究出一套足部健康法 那时候我不相信 我觉得这是蒙古大夫的东西啊 你自己那时候也不相信 我不相信 因为我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啊 可是我开始看书 书里面有很多故事 也很多说明 我就觉得嗯 嗯 嗯 有道理啊 我就开始摸我的脚 将近半世纪的岁月 就在月角无数中过去了 77岁的吴神父 也慢慢退居第二线的指导角色 但是传教宣道 他依旧站在第一线 长宾地区一共有八个天主教堂 每个周末从周五晚上开始 他就马不停蹄 开着车 穿梭在教会与教会之间 主持一台又一台的弥撒 他关回着长宾的生老病死 阿里亚 如果我能够一位 那么漂亮 漂亮 阿里亚 风法好多喔 阿里亚 最早的喔 好可爱 阿里亚 她的名字 今天下午还要去展演 给三个病人附上油 送上皮 有时候也要泡别的地方 然后今天早上你要泡两个教会 对 每个礼拜天早上都有两个教会 我要快一点 他不能找个人帮你开车啊 这样子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对啊 不需要啊 我一个我自己开就很自由 夜晚视线不佳又下着大雨 老神父还是奔驰在海岸公路 尼撒全城用阿美族语 母语是德文的吴若石 能讲英法国台和阿美族语 他随身携带小卡片 密密麻麻写满各种语言 被熟了就丢进自制筒 这样比较有兴趣学 对 就随身搬口袋拿出来 对对对 拿出来 如果要看书 有时候很累啊 对啊 可是我说比方说 我那时候说 每天五十张 五十张 五十张 内衣跟国语啊 如今老人家走路有点吃力 是因为一次台风 宿舍屋顶被吹翻了 他被压在梁柱下 髋关节断裂 心头却挂念受伤的族人 爬出瓦砾 忍了两个月才回瑞士开刀 因为那时候 这里好几个人死了 所以我差不多四天以后 就要埋葬 帮他们埋葬 所以我还是去做 人痛继续做 对 这个是我 从 和这片土地的感情 已经融进邪义里 即使在看到家乡的照片 他也是淡淡的这一句 会想家吗 不会 不想家了 这里才是我的家 他说 这个海岸山脉的瑞士人 是如此无私 不求回报地爱着台湾的偏乡 和偏乡的居民 每一双脚 对他来说 都是珍贵的生命 下一个目标 他计划打造一座养生聚落 照顾更多的弱势族群 任务虽然兼具 老神父说 他会向天上的大老板祈求 更希望及众人的力量 完成这个理想 在追求速成的年代 彰化这家酱油厂 依旧维持百年传承的慢工 慢慢地用26道工序 提炼出浓郁的湖底油 虽然慢工细活 曾经差点被市场淘汰 但是几波时安风暴之后 终究还是老品牌的慢工态度 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慢慢延长 好似卷起千堆雪 烟雾散去 才慢慢窥见 百年酱油厂的历史样貌 整年郡丝爬满窗林沙网 空气中飘散的栩炬梅味 长时间加上好菌种 造就了雄天然的发酵环境 双手翻动着沉睡的豆子 拨开尘埃般的菌丝 金黄麒菌包裹着 一颗颗的黑金 张家祖先靠着古法 纯酿造酱油致富 张家的第四代张又生 是家中的独子 冯甲大学航太系毕业 就回家帮忙 生长在酱油世家 却不能来问岛游 百年的酱油接班人宿命 推都推不掉 他这个酱油的产业 是我曾祖父阿族做到现在的 那今年就 去年就过一百年了这样子 所以这一百年的事业 要说放弃也不容易 我爸也没有再生第二个男生 我是希望他进入那个 华航长荣或者那个汉翔 让他去体验一下也不错啦 而且这么年轻 叫他回来是不公平的啦 尽管连爸爸都替张又生教区 但人生的剧本都写好了 张又生也只能把角色扮演好 还好爸爸这个老塞乎 不会看薄 把独门绝技倾囊相授 两年下来 张又生几乎可以独当一面 悉心的照顾着这些黑豆宝宝 随时注意他们的温度变化 热了帮他们翻身透透气 冷了帮他们盖上麻布袋 跟小孩一样 如果太发热的时候 你要紧把尾部门绝 你如果不到尾部门绝就要把尾部门绝 不是很冷的尾部门绝 是很冷的尾部门绝 50年前张世民的爸爸转动着齿轮 50年后张世民的儿子操控着相同的机器 老机器没有因为换了新主人而停摆 但新主人却老担心 也许有一天老机器再也走不动 东西都旧的 这一台蒸汽压力锅洗完黑豆后 还要把180公斤的黑豆蒸熟 这一台蒸汽压力锅洗完黑豆蒸熟 不断的翻转绕圈 要让里头的每一个黑豆都可以均匀熟透 像是火箭要升空一般 蒸汽锅轰隆隆的巨响 张家80年的老房子里 上演着迷蒙的烟雾秀 40分钟后 蒸熟的黑豆泛着猪红 父子俩和立章煮熟的黑豆摊平 等待他静置冷却 82年次的张又生虽然号称是酱油大厂的小开 但校长兼壮忠 每天总有忙不完的事 里里外外都要兼顾 两年下来成熟很多 你大部分接触的都是 长辈的人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同学都说我像阿伯一样 思想会比较老 可能很老成这样子 对 会比较老 20多岁的大男孩 使命是要延续家族的百年事业 但心中的疑问是 超过80岁的高龄老工厂 还能运转多久 那么久的房子了 那它其实存在有一股 它古老的味道 那我小时候增长的环境也是这样 所以我比较不会想去说改变它 但是每一次台风来 或者天灾来 最后要担心一次 因为旧的东西就是 总是比较脆弱 哪里会坏掉 漏水 由一回台风侵袭 吹倒了一楼后院的围墙 墙倒了重砌就好 而人倒了就要学习 如何重新站起来 张家的百年大业 要从张又生的曾祖父张土强说起 1916年台湾还是日据时代 张土强挑着扁担 做起酱油自物 早期交通不往便都用走的爬山 挑研古道 从我们清水园那边有一个挑研古道 爬上去南头 然后买两个翁挑 用便当挑回来 四代下来 张家的翁已经堆满了整个庭院 每次入缸前 发酵7到10天的黑豆 洗净身上菌丝后 和如雪般的盐巴 缴获均匀 风缸闭关 我们下缸的盐度也是要够 因为盐度要够 它才不会坏掉 因为毕竟我们要放那么久的时间 这样 至少要四个月 如果盐度不够 它打开之后会变成是臭的 不是糊底油这个香的 所以酱油是咸的 不是甜的 干式发酵法制作的酱油 曝晒 风吹 吸收日月精华 渠豆和盐巴释出水分 沉淀在翁底下 淬炼出糊底油 而张家也靠着有历史痕迹的古翁 养出一缸又一缸的独门风味 这跟我们百年都比我大了啦 这是我们的医生父母 所以我们好好爱照顾 尽量不要碰撞到它 老翁因为长时间 碰在里面化酵 它这个有毛细孔会吸收 它豆的成分还有盐度都在 它如果是新的 就你要去养缸 百年流传下来的义菌 老翁远比新肝更可贵 老祖宗轻瘦的古法 也远比化学塑成法 更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该做的步骤一定要做 不可以偷工准料 要按步就搬 不按步就搬就不行了 你一做起来的品质就不一样 二十六道工序 一道都不能少 时间的沉淀 淬炼 一个小时都不能减 时间换取黑豆发酵后的 营养跟品质 这甘味酱香必须慢慢等待 油花乱蘸油炸爆炒过的鸡肉 注入一滴滴甘醇 我们用串通的醬油来做的 这个醬油那个香 这一块肉应该破几个碗饭 因为是纯酿造的 滷起来的话 那个味道会特别的香 自己在吃啦 我们大概都是用老板 我们家的酱油这样 父子俩合力把半年后 老翁里淬炼出来的鸡油 倒入锅中煮沸沙菌 不断的搅拌调出酱油的匀秤味道 鸡油 生的酱油 还没有煮过又鸡油 黑豆有滤掉了 都只有酱油汁而已 煮到滚了 要加过滤 要加过滤 父子俩一起共事 难免有磨合 有摩擦 不也是想让家传酱油 再飘香更久 更远吗 他们心思想心观念 他们受的教育也比我高 我们会接受 慢慢体会说他讲出来 大家讨论一下 怎么去慢慢的 让这个关系比较环和 先想想看他会怎么想的 那慢慢的年纪比较大 也知道他的有一些 他的顾虑在哪边 父子代代相传走过百年 第一代创始人张土强 让酱油厂风光一时 他乐山好施 是彰化地区的大好人 但有辉煌也有失落 第二代碰上了酱油食品大厂的冲击 买酱油送盘子送碗 是当时的强客行销策略 我们早期 每个人都配一台铁铁铁 早期外物很多 都配一台铁铁铁铁 张世民家中到现在 还保留着酱油业务的交通工具 而他小时候也曾经坐在铁马后头 放酱油的竹篮里玩 以前时代是用木桶装酱油 现在这些器皿成了值得收藏的文物 时代在变 成装古早味酱油的容器也在变 俐落的玻璃瓶身取代了质朴的木桶 这是菜式的 对 柳形成這樣 但这些是再炒了吗 很简单 很简单 我应该再炒了 你这么吓得来 但是要搓炒的材料下荒就没有了 所以看不见 所以不行 所以不行 传统式的酱油一定要时间 不像说一两天就可以回收 一两天就可以成品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一瓶酱油 我们的酱油一瓶出产至少半年 六個月以上 所以我們對品質一定 做百年就是比品質最重要 張世民和張又生父子聯手 趁先起後 把廚房調味料 調出麗酒明星的好味道 古早味小吃之所以無可取代 經常是美味裡頭的人情味 最讓人留念 台南這一攤熱賣超過半世紀的 油炸甜點 就有兩代之間濃濃的父子情 熱賣超過50年的油炸甜點 儘管在燜熱的午後 還是一個賣出一個 這是台南人的下午茶 那現在年輕人就變成可以當午餐了 老闆娘口中的下午茶是南台灣的特色點心 純糯米製作 下了油鍋 裹上糖粉 外酥內Q的是白糖粿 圓滾滾 吃起來有著低味口感的 叫做番薯碰 沙拉包加進自調沙拉醬 老闆娘驕傲的說 它可是比吉隆廟口的還好吃 加了新鮮的黃瓜跟香腸 我們的沙拉醬都是自己調配 調配兩種沙拉調配組合 它甜而不膩也不油 改良老爸的沙拉包 外表質樸 卻是精緻有味 細節得從做麵糰說起 爸爸以前料的話 它是比較簡單一點 你一旦沒有馬上吃的話 它的嚼勁就變成說更潤 更硬了 現在也更不好入口就對了 現在我都把它改造 可是變得比較鬆軟一點 油家人手作古早餵 養出許多死中顧客 太多人都是從老爸年代 吃到現在兒子媳婦接手 18歲就在這裡吃了耶 吃年輕的就越吃越好吃了 對 你都吃什麼 都吃這個啊 都吃到這裡啊 吃這個說什麼 我裡面有寶寶豆腐的啦 你不知道那種叫什麼喔 這叫噴噴什麼 寶寶豆腐 寶寶豆腐 人家養啊 幼稚的啦 那種年輕的還是老的都很喜歡吃啊 雖然是小小的攤 但為了延續古早味 每天都是老少走動員 而其做好的餡料 油家兩老會像是做手工藝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完成 現在沒有來這裡看 刀看 這樣看人啊 來太多嗎 沒看人而已啦 阿伯年輕時 白天在工廠工作 晚上兼拆幫人賣夜宵 師傅炸番薯碰 包沙拉包 他每天看著看著 也就學會 甚至做得比師傅還好吃 最後乾脆擺攤來賣 這一賣就超過五十年 兒媳不忍心老人家太辛苦 主動回家接棒 我每次餐廳做過廚房 對啊 做過了 每次都要二十多年 我國中十多年就去餐廳學工藝 然後媽媽也要退休 我來學在做這樣 餐廳一家做過一家 夫妻倆接手老攤 更注重食材品質 選用攤稱是台灣最好吃的 台農五十七號地瓜 來做番薯碰 因為它既Q又甜 地瓜斷面秀天天上演 唯一的是給客人吃到最新鮮 久了就覺得當中比較輕鬆 就用什麼方法去 你把它沾沾 阿嬤的醬就自己就好了 速度這麼快 沒有工作這麼多出來之後 比較傳統式的 現在都已經大部分 都是這機器了 對啊 為什麼練就一個好身材 是爸爸也用酒瓶嗎 對啊 早之前都是用酒瓶 經過一小時蒸煮 地瓜釋出香氣 酒瓶壓過 鬆軟質地全都漏 為了讓顏色更好看 不使用色素 而是加入紅地瓜配色 最後包進花生餡 下鍋油炸 就成了圓嘟嘟的魔鬼甜點 年輕人就要求的 就是外觀要漂亮 看起來又好吃 要吃飯這樣 你會覺得 就要把他的品質顧穩定 然後他的皮脂和酥 雖然他的脂很慢 所以就要人家的手要等 這樣 你也不能燒煤火 因為燒煤火 他多久 但你早餐起來 是讓他鬆鬆 過多久就是他軟了 對啊 對啊 所以很難照顧 670年代 買氣就已經很旺的沙拉包 靈魂就是他的日式沙拉醬 蛋黃 砂糖 油 鹽巴 醋 內容物很簡單 卻得掌握比例 當年師父沒空做 全都丟給阿伯去忙 沒想到靠著他 養活了一家子 因為打折打折 會打出成就感 因為打折 好像就是 人家在打的 打得起來 會打不起來 因為記者是沒辦法打 他要勁 很高勁 你怎麼比那個 面子都熟 沒關係 你打這個 這個好 會打這個好 老人家打到手酸還是笑咪咪 酸酸甜甜 純手工醬料 有著一點就靈的魔法 讓拿到沙拉包的顧客 三兩下就剋掉一個 我會為什麼還會守在這個工作坊 主要是人家會說 老闆娘 你傳承的這個和一碰 不可以 還是跟爸爸的味道一樣 這種就聽到你再怎麼辛苦 再怎麼累 你就會很有成就感 夏天氣溫飆高 在油鍋旁 一站就是十幾個鐘頭 油家人不顯疲態 因為老味道 讓兩代人養家糊口 更包括著 平凡一家甜蜜的情感 集中生智 集中生智 常常也會生出創意和商機 金門炒泡麵就是集中生智來的 當年麵店的油麵賣完了 許多阿兵哥還是喊肚子餓 老闆娘集中生智 把泡麵拿出來炒 沒想到意外炒出了金門 最經典的在地小吃 行政地圖中 敵島金門為楚邊鎚守護台灣最前線 而在美食地圖中 眾多金門美味佔據舌尖版圖 爭牆味蕾和拓椅線 朋友都拿去到金門 就要來吃 吃這塊牛肉麵 它的牛肉很出名 而其中最牛的料理 當然是最著名的全牛大餐 牛蹄嘛 然後牛肉的部分 這個牛筋 牛心 牛舌 整隻牛大概每一個部位 大概都有 除了大概牛毛跟牛皮 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最牛的料理達人 是老闆黃騰達 牛肉麵一等一不稀奇 牛雜內臟是拿手工夫 一肚子好菜 讓人吃撐了肚子 筷子還提不下來 這道自創的酸白菜炒牛肉 先過油熟成 再下鍋熱炒酸菜和青菜 十秒到十五秒就要起來 七分熟就可以 六七分熟 那後續我們會再下去 跟它的菜做結合的部分 所以大概 它就大概會到達九分十分熟這樣子 肉類的東西本身會比較油脂 那口感上有時候會比較膩 但是它加上酸白菜酸酸的部分 我們加點糖去調味的話 那個感覺會比較密合 所以口感也會比較順 滑嫩的肉質口感和酸香滋味 讓老饕大為驚豔 真的很訝異 三白菜跟牛肉還可以那麼搭 而紅燒牛筋豐富的膠質和Q嫩咬勁 是店裡的人氣大招牌 Q 滑嫩咬勁 滑嫩咬水 就變得軟軟的 這個吃得很Q 好吃 滷包裡面放了大概十幾種中藥 大概有八角啦 陳皮啦 然後那個桂皮啦 牛筋要好吃 其實得要前一天 就先下鍋小火滷四個小時 要夠嫩夠Q 火候絕對是關鍵 少一分鹹太硬 多一分又會太爛 每一次的狀態 可能要憑經驗去看 有時候大概四個小時之後 你就要關火 因為怕會有太爛的問題 牛筋煮好之後 要浸泡一整晚 到隔天才能入味 再下鍋熱炒新台幣 所有的牛雜 至少都要滷三個小時以上 才能再變身成為西客佳肴 這道龍鳳雙屏冷盤 牛肚牛腱在客人嘴裡大車拼 也替黃騰達拼出好口碑 加一些辣椒啦 薑絲啦 蔥花 其實到嘴巴它會把它組合在一起 會有點提香 金門因為酒廠剩餘大量酒糟 在地人乾脆拿來搭配草料養黃牛 養出的牛肉甜美沒有腥味 名聲響亮 黃騰達為了做出更細緻美味的牛肉料理 之前特地跑到台灣 到知名店家拜師學藝 當兩年學徒 扎實的手藝結合好食材 創新菜色 在小小的故鄉打響名號 成了金門美食招牌 也有人說希望我做分店 但是其實你一做分店 可能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控管 你需要還要多花點時間 去精進這個技術 跟某一些技術層面的部分要突破 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物品質不貪心 黃騰達專心在熱鬧的金城鎮店裡 也在金門的餐飲界騰達一方 而偏僻的金湖鎮也有響當當的金門美食 不能錯過 自家餐廳廚房裡 年輕的呂小禎正在熱炒誘人香氣 仔細看鍋裡不是什麼國色天香 而是普通的炒泡麵 一般外面在炒是沒有燙過直接加水下去 那我們燙過是先讓它就是煮燙熟 可是不能太爛 然後再下去炒 泡麵先下熱水燙到半熟 就可以減少下鍋熱炒的時間 保持彈性Q度 和雞蛋高麗菜紅蘿蔔一起拌炒 然後再來點肉絲 就成了配料豐富的超平民美食 料豐富因為它額外的加一些肉絲 那些菜這樣子 炒起來比較好吃 三十年前金門駐軍高達十萬人 阿兵哥就是當地最大的消費族群 所有的商店全靠阿兵哥假情 四十年前當時三十歲左右的 呂爸爸呂天壽 在金湖開了雜貨商店 小吃 五金 洗衣 日常用品全都包 而發明炒泡麵也是因為阿兵哥 而冒出來的集中生事 很意外 真的是一個很意外的事 有一次在炒那個油麵炒 油麵炒完了 阿兵哥又一次要吃麵 我女兒說沒有麵 她剛好說 她說老爸你去拿兩包泡麵 把那個泡麵煮一煮炒給他吃 昨天阿兵哥來就問我女兒說 你昨天炒的那個麵好吃耶 炒泡麵誤打誤撞一泡而紅 呂天壽還發揮創意 把滷味也下鍋熱炒 重口味的炒滷味在酷寒的冬天 更是阿兵哥配酒的最佳下酒菜 三十年來炒泡麵和炒滷味 成了許多人在金門當兵的回憶滋味 我這棟房子是阿兵哥幫我蓋的 算他的錢來蓋對不對 一方水土創造一方飲食 吃在金門有在地智慧有時代曠味 創新與懷舊不同時代不同爐火 一同拌炒懷念金門味 奉獻或許賺不到金錢 但是賺到快樂賺到喜樂 一輩子心靈都很富有 感謝您收看我是白星儀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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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有 Gefühl 有人 互相 誰 感谢观看